雇员工基金局公布的ISINA计划 有条件允许会员提款引发不满 巫统主席拿督斯里亚莫扎西 发文抨击这项计划和预期的不符 要求当局撤销所有条件 并允许会员从第一户头提款最多1万令吉 巫统最高理事拿督莫阿莫不爱 更直斥被骗 呼吁国会议员在接下来的几个部门委员会阶段 干脆对裁案投下反对票 雇员工基金局公布的ISINA第一户头提款计划的严格限制 被轰与民众的期待差距太大 也是国政主席和巴掩国会议员的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今天发文告指出 工基金局管理层的口吻和当初财政部长拿督斯里东姑扎鲁 在2021年财政预算案总结环节时 向外界展现的正面期望明显不同 阿莫扎西指出 国阵和巫统国会议员以及巫统毕榜 从一开始就十分坚定的为人民争取落实公基金提款政策 在人民因为疫情而艰苦求存的当下 政府应简化和顺应他们的要求 因此他呼吁公基金局取消提款条件 并批准会员一次性提取最多1万令吉 巫统最高理事补爱 更是直接将怒火对准首相丹斯里木尤丁炮轰政府违反承诺 以承诺换取议员在政策阶段支持裁案原来只是个骗局 人民和国会议员都被骗了 他指出人民和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纷纷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怒斥公基金局设效的限制 对此他呼吁国会议员在接下来的几个部门的委员会阶段反对裁案 2021年财政预算案迈入部门委员会阶段辩论至今 已经有11个部门表决通过 目前还有16个部门必须通过 包括房地部和通讯部 10分钟 中文言 中文言